跟蓮高還算是穩定 有一天上洗手間小便 我碰到微鏡 她剛好也在小便 然後 在門口她突然跟我求婚 還是你可以考慮我 新香車 基本上最近還好嗎 還好 就是 剛剛蓮高還算是穩定 但是自從去了香港 碰到我的初戀旅決案之後 我發現她變高了 重點是我回到台灣了之後 有一天上洗手間小便 我碰到微鏡 他剛好也在小便 然後 在門口他突然跟我求婚 求婚 雖然我現在非常糾結 我糾結的點就在於 我不曉得他有沒有洗手 求婚 我覺得你應該要坦白跟他說 有沒有洗手啊 這件事情很重要耶 這是衛生啊 他有沒有失措衝膨擦他有沒有用肥皂啊 那該怎麼辦啊 還是 還是 還是你可以考慮我 有一個人 難分身 考慮我幫你啊 我們早一天 兩個人一起去上廁所 看他到底有沒有洗手 好 可以啊 好了你別想那麼多了 你待會兒不是要要宣傳 那我先走了 好了 回來了 求婚